来 我们考察一下范凯璇的职场情商 公司里有被排挤的同事 你会主动和他交流吗 如果是我是新入职这个公司的话 我会先观察一下 因为所有的不好都是有理由的嘛 如果是我确定这个被排挤的同事 他不是那种招人反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人 我会和他交流 当然 如果工作让我必须和他交流 我不管什么情况都会和他交流 挺好 雅云老师 你觉得呢 对 我也觉得凯璇挺好的 就是你先理性分析 他对你有没有影响 但是从你的感性上 就是要分析这个人品怎么样 然后再从事情上 再分析到了说 不管他人品怎么样之个事 是必须要跟他交流 你就不顾及那些 这点挺好的 思维挺缜密的 好 接下来 刘灯的各位企业家 请做出您的判断 还剩下三盏灯 范凯璇成功进入到谈前不伤感情 我这边给你的是一个7K加的 因为你知道我肯定给你的是一个销售岗 我比较看好你的潜力 凯璇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我投资家公司 地点是在杭州 给你提供岗位是主播 薪酬是8000加 凯璇是这样 因为我们毕竟是品牌公司嘛 我们不会有大块的时间专门用来播 主要是运营 我觉得你这方面经验有些不足 所以说我给出的薪水是5000加 工作地点在天津 考虑一下 然后灭掉其中一位深厚的灯 请 谢谢 好 我们有请吴胜和李群走上竞价台 其实这个选择挺好的 一个甲方 一个乙方 其实我是觉得可以两拳亲美的 等我把你训练成主播以后 咱们给崔声声带货嘛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做乙方 我们做乙方来服务甲方都可以的 来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我们一般是怎么提成的 两种 一种是利润的10% 还有一种的话呢 是销售额的3到5个点 好的 在行业里面我们算高的了 我这边呢就是我觉得 你还是挺有灵性的 就像你刚才给的那句 脆声声 蹭蹭蹭 在这么急迫的情况下能想出来 就说明你脑子还是很灵的 我觉得我还是挺看好你的 凯旋 考虑一下二选一 或者都拒绝 你的选择是 吴胜传媒 祝贺吴胜 祝贺范凯旋 感谢李群 吴胜 你好好给我培养 你给我不带话 感谢你来到《非女莫属》 再见 凯旋 再见 好 谢谢 企业家给职场建议的时候 还是觉得挺有收获的 没有想到这不仅是一个求职节目 还是你职场的 对我来说 算我职场的一堂课吧